世界和平,是否越來越 大家好,歡迎來到AMC LiveHK 我是大家Captain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碎袋 ACG 這個是Marker 3.0 無論如何,大家一起來講一快 先來看看這雙鞋的Upper 因為真的整個碎袋 首先ACG stands for all conditional gear 專門是用逛山、逛街、 hiking的條線 所以如果大家有穿開的都不會陌生 這雙鞋就比較再另類一點 所以上面的Upper 好像是用上了Shortlining的蜜套 而裡面其實很舒服 剛才我在室內穿的時候 我沒有穿蜜 這雙鞋其實都是給大家不穿蜜的時候穿的 剛才說過,這雙ACG是給大家逛山的系列 而這雙鞋是給大家逛山而去Camping 即是當日可能會穿蜜的那雙鞋 在Camping 裏面穿來穿去的就是這雙ACG 今次這雙上的物料就說自己是Breatheable 我穿上去時都穿了一段短的時間 我都發覺又不是相當焦 但是如果你是說是很透氣 我又覺得未做到那個地步 至於不防水的 ACG很多都是用上了一個防水的物料 但今次這雙ACG,由於它是想Breatheable 所以就沒有這個防水的功能 至於鞋底方面,這次沒有Re-up 因為在Camp Sight 通常會找草地,甚至沙地 所以對cushioning的要求就不會那麼高 但它在厚度也做得相當足夠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Camping 的時候 可能有些木或者有些暗石 我們踩下去的時候 如果cushion太薄 也有可能會受傷 這個ACG都是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我也覺得這一點值得加分 但它的cushion是用上了一個普通的foam 在官方網站上沒有說自己是用什麼物料 相信都是一個快朗 但Step in Comfort是存在的 但我們害怕,這不是一個performance model 所以我們就不要太責任 在高耗的位置,它就用上了另一個rubber的compound 但又是跟epic react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腳掌的位置 都非常需求這個traction 和這個duability 但它硬是放在鞋頭上 和只是腳跟 腳跟也可能有點用 但這個腳掌的位置都相當重要 如果可以把rubbercompound移動多一點 比起這一塊仔,就更加好 至於它的fit 今次因為是一對comfort的鞋 穿下去的時候 包覆度非常非常到 而它這個short lining 在這個位置是有一個橡筋 讓人家有elastic 所以穿下去的時候 包覆度非常足 Fit 我自己今次買了12號 而因為不穿襪的緣故 所以剛剛好 這些personalized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都要去試 而這個supon方面 就不是performance鞋 但腳掌的位置非常非常闊 所以這個闊的鞋掌的位置 亦都可以跟它的名字 All Conditional Gear 就是任何terrain都可以應付到 所以這東西都是相當之不錯 至於aesthetic方面 今次網上真的膽粗粗地去按這個顏色 因為在網上的照片 是相當相當之噁心的 但為何都會去按回來呢 就是因為實在想給一個機會 ACG去redeem自己 唯有犧牲自己 但是有驚喜 回到這個均綠色 上面還有一些樹葉的圖片 看上去的總之就是均綠 每一對 它用的布是不同的位置 所以看出來的圖片可能有不同 而這個switch logo 在一個深橙紅色的touch up 我都覺得非常搶眼 還有一件事就是 後面這個腳跟位置 就是有了這個ACG的logo 整體來說 這雙鞋 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想著去做All Day Comfort 我覺得是在的 但問題就出現了在一個尷尬的位置 它是舒服的 它也是不錯的支持 但它的溫度 我覺得未必適合香港去穿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著去露營的話 我都覺得穿的機會不會太多 所以這次就不推薦大家在香港的朋友入手 但如果大家是外國的朋友 不妨在留言箱上跟我們說個Hi 這對ACG的Mk3.0可能幫不了你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記住 鞋鞋買來穿的Sew The Man TV One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By the way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友台 就是跟大家去講一些懷舊的香港劇集 或者是一個盛傳的廣東話文化 記住去查那條連結 好 祝福大家 耶穌我是你們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